博尔特强跑被驱逐,鲍威尔因伤驱阵,现场的雅买加观众顿时陷入绝望之中,在这没有闪电的百米决赛场上,哥罗豪杰必将对冠军虎视眈眈,而21岁的约翰·布雷克在最后时刻的强势超车,不仅加免了史上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,更是延续了雅买加短跑的辉煌,在雅买加练习田径是穷苦孩子的唯一出路。 2008年,19岁的布雷克识从传奇教练盖伦·米尔斯,眼睁睁地看着两位师兄鲍威尔和博尔特,把破世界纪录当成了家常便饭,不仅让布雷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全新的期待。 在大秋市井赛一战成名之后,布雷克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,就在国际钻石联赛布鲁塞尔战200米比赛中,以19秒26刷新了博尔特保持的赛会纪录,同样的年龄阶段比博尔特好得还快。 这是布雷克用每天比师兄多几个小时的训练换来的。 在汗水与努力的浇灌之下,他心中的未来似乎也变得开始触手可及。 2012年,亚买加锦标赛继伦敦奥运会选拔赛上,布雷克以9秒75的个人最好成绩,利亚·博尔特和鲍威尔两位师兄率先冲过终点,又在两天之后的200米决赛中完成了对博尔特的双杀。 再后,他朝那些质疑他的人做出了闭嘴的手势,那一刻他曾高傲地站在世界的顶点,肆意地拨动时代的齿轮。 只是张牙舞爪的野兽也激发闪电的斗志。 2012年伦敦奥运会,博尔特以9秒64的成绩再次刷新赛会记录,而在2013年即将步入巅峰的布雷克,却因为大腿和跟腱难以恢复的伤势,从此与神坛渐行渐远。 有人说是天度英才,收回了布雷克的翅膀。 也有人说,口无遮拦注定了野兽终不能封神。 可对于一个把收入的四分之三都捐给了孤儿,如今已经拥有三家孤儿院的运动员而言,他心中的未来或许根本就不是功成名教,而是坚持心中的热爱。 即便失败贯穿人生的始终,追逐理想的过程从来没有失败,除非你连尝试的机会都放弃了,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 那是 envelope,点 iş nuovo 开名 Puesセ比يل。 重看车的专心,连尔翰崛,连尔翰崛,连尔翰崛连尔梭也 ir下也。 Revelation了 gdzie脉心, 96满, Spencer, dri一竹。 连尔翰崛 barriers。 做 reop的话怎么 dry… 制造某下走。